伊藤美成第三次放出豪言 要去击败顺杀争夺冠军 可惜他还忽略了 我们国平队伍还有着三大科兴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阿兴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重点跟大家了解到以下的四个点 首先是第一个点 伊藤美成他在进一段时间 接受采访的时候 当他被问到 本届在美国休斯顿所举行的视频赛 有没有信心去击败我们国平去争如冠军 那么伊藤美成他依旧是不改以往的风格 过去多次表示到 要去击败我们国平的梦沙鱼三人组 现在他接受采访 同样是信心满满 想要去击败我们国平的队伍 击败李顺主教练 以及刘国良所率领的国平球队 去拿到比赛的冠军 那么伊藤美成为何有这么大的信心 其中他就有躺到了 对接下来面对着适杀 他的打法做出了调整 以及做出了提升了 我们再来了解到第二个点 伊藤美成在过去 他是在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调整修炼 毕竟包括了伊藤美成 当然是他的发球 他就做出了很多次的更改 还有转换了 我们能够了解到 伊藤美成从世界杯一路打到了年终总决赛 然后从总决赛一路打到了东京奥运会 他的发球 当然是这个形式 就转换了很多次 包括了他在球场上 通常会利用发球去干扰对手 给到对手很大的一种感觉 那就是不知道他的发球 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 到底是直球还是说旋转球 所以伊藤美成 他在发球上可以说下了很大的功夫了 另外伊藤美成 他在对攻方面的打法 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转变 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信心 想要去击败我们国兵队伍的顺杀 但是很遗憾 伊藤美成他完全忽略了 我们国兵队伍呢 除了顺杀能够去击败他 接下来去参加四平赛的选手当中 还有着三名克星 能够去克制伊藤美成 所以伊藤美成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 我们最后再来了解到第三个点 除了杀杀以外呢 另外还有着双网组合 另外再加上了陈梦 都是文妥妥伊藤美成的大克星啊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 双网组合包括了王曼玉 还有王亦迪 当然是这两名选手呢 就能够去击败伊藤美成了 王曼玉相信就不用多说了吧 过去年终总决赛 连续在四局的比赛当中 能够打到伊藤美成 无力防守 而且打到伊藤美成 哀声叹气 四局比赛 四比零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好的实力压制啊 那么王曼玉呢能够去压制伊藤美成 这是大家都能够清晰了解到的 更何况呢还有着王亦迪 王亦迪在过去能够打到伊藤美成 眼泪呢也是流了下来 可以说啊 王曼玉也好 王亦迪也好 都是伊藤美成最大的两位克星 说得上是双网组合 克制伊藤美成啊 最后还有包括了陈梦 陈梦在过去呢 四连胜伊藤美成 没有输过任何一次啊 国兵队伍当中 要说核心的主力选手 真正能够完完全全 压制住伊藤美成啊 非陈梦莫属 因为陈梦没输过给伊藤美成 无论他说多少次也好 他还是赢不了我们国兵的陈梦啊 所以说呢陈梦 他依旧能够去克制伊藤美成 综合对比来看 除了树影杀以外 另外还有王曼玉 以及王亦迪 还有陈梦 四名选手都会参加四平赛 四人都能够克制伊藤美成 所以说啊 伊藤美成就不要做那个美梦了 我们国兵选手 肯定会击败伊藤美成 帮助我们国兵队啊 拿到冠军啊 大家是否认同 我们国兵的这四名主力 克制伊藤美成啊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最后也欢迎大家 给阿兴的视频点点赞 我们下期接着分享 感谢大家 下期